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你们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的花灑有流水的情况 就像现在画面看到这样 因为平时我们洗澡的花灑 其实你用的半年左右 它大概就很容易就会在花灑头和水喉中间 当然有些位置就会流水的 不知为什么 但其实原来是方法非常简单 你也不用买过一条新的喉管或之类 最简单就是你把花灑头拧开 然后有一粒黑色的胶圈 你先拿开 然后这个就是那条喉 那条喉你可以用一个螺丝批 又或者是一把小刀 就像现在画面那样 就把它撬开 你会发觉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原来做这些花灑的喉管 它为什么漏水呢 原因是它里面那条喉管 就像你洗澡的时候 像你洗澡的时候 那个花灑的喉管 就不知为什么会有些水 就在那些旁边的位置滲出来 那方法非常简单 那你看到这个 穿洞的位置你剪了去 那接着呢 你下面这条管是没问题的 下面那条喉管是没问题的 那你就不爱穿洞的那一部分了 就好像现在画面那样 你就把坏了那一部分就拔了去 接着呢 就把这个头套进这条胶管里 那接着呢 就套进去就可以了 那接着你就把那些东西套进去 就是把那些东西套进去 就是把那个花灑头 和黑色胶圈都一起套进去 那现在去到这部分呢 我们看到呢 好像没吸紧 就是没吸紧 那样 就很大力 那好像都没吸紧 但原来呢 你都不用管它 只要你 就要放回所有东西进去 接着拔好那个水龙头 那你拔下去的时候 那个力 就可以刚刚好 就将 刚才那条喉管 黑色的喉管 和那个头呢 就会黏住的了 那现在可以看看了 就是这样 很简单把它拔回来 就是将那套东西拔回来 那你看回 刚才那个头呢 它就会 拍实了 就是里面那条喉管 看不看得清楚 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那就真的不费一分钱呢 就可以将这个漏水的问题 就解决了 那就不用说 买那条新的花灑头 或者那条喉管 那样 有时候呢 就是拿起了都 百几元 那样的 那现在呢 其实一毫子都不用洗呢 这个漏水的问题 就解决了 好了 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有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又欢迎你的片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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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